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铃姐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西藏 它偏僻寒冷 不利人类居住 但尽管如此 考古学家仍是发现 早在14000多年前 就已经有人在此定居 他们不但克服了气候问题 甚至还创立了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藏传佛教 为什么会说藏传佛教独一无二呢 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持续将神迹显现于世的宗教 西元840年 西藏发生了朗达玛灭佛 当时很多寺庙被毁 佛经被焚烧 僧侣不是被屠杀 就是被逼迫还属为奴 使得藏传佛教几乎面临崩溃 然而神奇的是 就在朗达玛灭佛的700多年后 西藏忽然出现了大量 未被毁坏的佛教圣物 经典 原来早在西元750年 将佛教传入西藏的莲花生大事 就已经预知 日后藏传佛教会遇到灾难 于是提前将重要的经典 法器埋在不同地方 直到危机过后 时机成熟的那一刻 就会有人受到感召 有点像是心电感应般 忽然得知哪个洞穴 或者是哪里的弟弟 有佛教圣物 然后将他们重新挖掘出来 传扬佛法 这就是所谓的福藏 据说纳粹希特勒 就曾经掌握了一份 16世纪挖掘出来的福藏经典 上面记载地球 曾经存在一个高智慧文明 而藏民就是失落文明的后裔 虽然这件事情已经无法考证 但能确定的是 在二战打得不可开交时 希特勒曾经两度命科学家 组成的考察团前往西藏 当时团队不但访问了藏民 甚至还测量藏民的头部 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而随着纳粹战败 这份资料后来辗转流落到了美国手上 甚至还被美国列为了机密 直到2044年才能解密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当年希特勒是否真的在西藏这里 发现了什么秘密 不然美国又何须列为机密呢 重点是除了希特勒的怪异举动外 西藏还发生了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西元1952年 北京政府派遣张国华前往西藏 担任西藏工委书记 其间他认识了西藏高僧索南朗杰 并与他成为了好朋友 有天索南朗杰忽然告诉张国华 隔天他即将远行 希望张国华能前来送他 当时张国华认为高僧可能只是出去走走 不久就会回来 这样隔天当张国华抵达寺庙时 竟然看到高僧悬浮于空中 没有多久就幻化成了一道红光羽化身仙 这就是西藏著名的红光身 相传只有藏传佛教的得道高僧 可以在原集的那一刻 直接幻化成一道光离去 当时看到这一幕的张国华 竟直不敢相信 虽然他早有耳闻藏传佛教的红光身传说 但他一直认为 那就只是一般宗教的传说 直到亲眼见证 他才明白藏传佛教有多么不可思议 更离谱的是 看过高僧红化的不只有张国华艺人 西元2006年海南航空的总经理 曾经排下了另一名高僧 阿宗白洛仁波切红化过程 只见前一刻还在打坐的人波切 下一秒竟然当众红化 而以上这些都还不是最神奇的部分 因为就在他离世的两年后 西藏一名两岁多的小孩 忽然开口对爸妈说 我是阿宗白洛仁波切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活佛转世之谜 从古至今 很多人都相信神及灵魂的存在 于是很多宗教应运而生 但唯有藏传佛教的宗教领导者 可以藉由灵魂转世的方法 不断回来领导宗教 自西元1391年 第一世达赖喇嘛出现后 达赖喇嘛已经转世了13次 横跨时间长度500多年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世的达赖喇嘛 并不是西藏第一位转世活佛 而这一切全都要从更久远的年代开始说起 根据历史记录 西藏曾经出现过一名 能通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所有会发生事情的人 因此大家都称此人为杜松前八 意思是知晓三世的人 他出生于西元1110年 藏东康省吹修的拉达村 有别于其他婴儿刚出生无法张眼 杜松前八一出生 双眼就炯炯又深 不到一岁就会说话 三岁时开始对佛法产生兴趣 会主动阅读佛经 十一岁以后开始拜师学佛 十八岁时接触了有关弥勒菩萨的经典 并在一次禅定中 亲眼见到了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就是我们常说的弥勒佛 只不过根据佛教的说法 弥勒现在还未成佛 而只是弥勒菩萨 目前弥勒菩萨与佛教28层天宗的 东率天内院修行说法 直到很久以后的未来 当世界发生危难时 弥勒就会下到凡间 成为弥勒佛 带领众生度过难关 关于弥勒佛的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回去看看这支影片 据说在那一次的禅定中 杜松前八来到兜率天 亲眼见到了弥勒菩萨说法 在那一刻 他获得了无数人苦苦追求了一辈子 也不一定能得到的佛法智慧 最后甚至还得到弥勒菩萨 亲自为他灌顶 灌顶是密宗最重要的传承仪式 仪式中 上师会将他们的佛性力量传给弟子 以帮助弟子理解更高层次的佛法 有点类似于帮弟子打通任督二脉 于是得到弥勒菩萨 亲自灌顶的杜松前八 就如同开挂般 不但瞬间理解了很多高深教义 甚至还将自己锁进洞穴 修行14个月 最终成就了灼火 那什么是灼火呢 印度瑜伽认为 灼火是生命的能量 它位在海底轮的位置 通常会以卷曲的蛇来表示 人可以依靠修行打坐 使灼火不断向上移动 一旦抵达了头部 就能和宇宙能量连结 达到犯我合一的境界 离奇的是 现在世界各地常见的医疗急救标志 生命之星 就是一只向上攀爬的蛇 难不成早就有人知道 灼火的生命秘密了吗 因为不只是印度瑜伽 有修炼灼火的概念 道教也有 他们称之为气 在太极图一书中提到 太乙含真气 精神魂魄意 晋急见天心 自然神明智 意思是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 存在着太乙 在太乙里面含有真气 它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在宇宙万物形成之后 真气也蕴含在了万物里面 它同时也是人类的精神魂魄意识 有修为的人可以凭借打坐 入境与真气连上 一旦连上就等同于与宇宙本源连上 就能通晓万物 于是从那一刻开始 通晓一切的杜僧前巴 不断四处讲述佛法 新建寺庙 甚至还创立了噶马噶举派 让更多人有机会听闻佛法 西元1183年 已经74岁的杜僧前巴 忽然召来了弟子 左供人亲 并告诉他 自己将于十年后原籍 但他还会再回来 不可思议的是 就在这次对话的十年后 西元1193年 杜僧前巴真的远急了 当时弟子们都很傻眼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师父竟然可以提前十年预知死期 但更令他们傻眼的是 后来师父真的回来了 只不过原本高龄84岁的师父 现在却成了一个小娃娃 西元1204年 西藏指龙汪头地方贵族 刚刚引来了一名小男婴 父母将他命名为雀经 与杜僧前巴一样 雀经从小就十分聪明 6岁时听说读写样样精通 10岁时就已经可以浏览很多佛教经典 有看过佛经的朋友们就会知道 佛经不是一本很好阅读的书籍 但小小年纪的雀经只需要瞄一眼 就能瞬间明白经书含义 感觉就有点像是他早已经阅读了好几次 所以当他看到书籍章节时 就能瞬间恢复记忆 由于雀经天赋异禀 于是随着时间 有越来越多的人知晓雀经的存在 此事引起了一名高僧 赛加彭扎巴的注意 而他可不是普通的修行者 因为他的手上握有杜僧前巴 临终前给予的秘密心函 原来当时杜僧前巴还留下了一封 写满转世讯息的信件 信中再次提到 他会转世回到西藏 不过届时西藏会出现很多神童 他们个个聪明天赋异禀 而这之中只有一位神童是他 不过杜僧前巴安慰弟子无需担心 因为当他们找到他时 自然可以忍出来 于是当赛加彭扎巴听闻雀经时 他立刻前往 果然就在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 赛加彭扎巴立刻进入了圣关中 并看到雀经的上方 有多位传承祖师环绕 当下赛加彭扎巴立刻确定 雀经就是杜僧前巴的转世 于是他立刻收雀经为徒 并亲自为他命名为 嘎玛巴西 而嘎玛巴西也是一位充满传奇的人物 西元1260年 刚刚坐稳蒙古大汗宝座的忽必烈 忽然下令要取嘎玛巴西的性命 原来七年前 忽必烈曾经邀请嘎玛巴西见面 而此时忽必烈的哥哥 蒙哥也向嘎玛巴西提出了邀请 最后嘎玛巴西选择与蒙哥会面 这样的行为彻底惹怒了忽必烈 于是当忽必烈掌权之后 他立刻派人逮捕了嘎玛巴西 并将他关进大牢 打算活活饿死他 可是奇怪的是 入狱后的嘎玛巴西 竟然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之下 靠着打坐黯然度过七天 眼看怎么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忽必烈下令勒死他 但行刑当天又发生了歧视 只见行刑时 噶玛巴西的身体 竟然不断在虚实之间转换 最终导致行动失败 经过两次失败 火达到不行的忽必烈心想 既然你饿也不死 勒也不死 那我就摔死你 于是命人将噶玛巴西 带往峭壁将其推下 然后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离开峭壁的噶玛巴西 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缓缓降落 哇看到这里 一定会有朋友觉得有点太扯 但大家知道吗 在一本西元1987年的书籍中 就曾经记录1970年代 有一名来自牛津大学的医学博士 受药进入西藏 并亲眼看到 一群吹奏乐器的喇嘛 成功使巨石漂浮起来 当时目瞪口呆的医生 立刻举起了手中相机拍下照片 不只是石头漂浮树 根据西藏神秘与魔法艺书的说法 作者亚历山卓大卫尼尔 曾经在西元1924年期间访问过西藏 并撞见了一名正在飞越的喇嘛 飞越时喇嘛的脚会倾点地面 弹至9公尺的高空 并前进30公尺 当时看到这一幕的尼尔非常震惊 于是不由自主的想要向前靠近 但后来却被一旁西藏的祥导制止 祥导告诉尼尔 眼前的喇嘛正在神行 如果此时尼尔打扰了喇嘛 中断喇嘛诵念真言 喇嘛体内的神就会离开 使他们剧烈摇晃至此 由此可见 在西藏的确存在一种咒语 一旦诵读就会使喇嘛或者是物体飞起 而在网路上也的确流传着一部惊人影片 难不成当年喇嘛巴西从悬崖落下时 也是诵读同一个咒语 才能保住一命吗 西元1264年 在数次暗杀失败后 见证奇迹的忽必烈 最后不但不想要取噶玛巴西的性命 甚至还允许他在中国建造寺庙 西元1283年 噶玛巴西元吉 元吉之前 他也如杜松前八一样 向弟子交代了自己下一世的转世资讯 而此时 西藏声称自己是转世活佛的人 也越来越多 不过活佛转世可是一件大事 不是靠嘴巴说事 就是他还有一套非常严谨的制度 帮助活佛厌明震生 我们都知道西藏有藏传佛教 但其实藏传佛教的派系非常多 我们刚刚聊到的第一起活佛转世案例 就是发生在噶玛嘎居派 但真正赋予活佛转世理论 及制度化的则是格鲁派 而我们常常听到的达赖喇嘛就是属于格鲁派 西元1577年 格鲁派第三世掌门人索南加措 被蒙古大罕册封为达赖喇嘛 达赖是蒙古语 意思为海洋 喇嘛是藏语 意思为智慧 因此达赖喇嘛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海洋 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称呼 于是拿到称呼的索南加措 立刻追封前两任掌门人 为达赖喇嘛一世 及达赖喇嘛二世 而他则是达赖喇嘛三世 于是随着时间 格鲁派胜利逐渐壮大 并开始主导西藏的政治和宗教 以至于后来的达赖喇嘛 不只是格鲁派的领导者 更是西藏最高领袖 而且与其他派系的活佛一样 每当达赖喇嘛远及以后 都会再转世回来 于是寻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工作 也就变得格外重要 但问题是 为什么达赖喇嘛及其他的得到高僧 可以不断转世回来呢 佛教认为 人死以后 世也就是灵魂 会离开肉体 它会经由前几世累积的因果业力 转世到六道轮回中的其中一道 也就是说这一世是人的人 下一世可能成为动物或者是鬼魂 当然也有可能继续成为人 这个部分呢 灵魂是没有决定权的 但密宗的修行者可就不同了 他们可以通过密宗修炼 婆娃法 让自己在清醒的状态下死亡 如此就能自由的选择 下一世要轮回的地方 并在完成转世后 人保有前世记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找到灵童的原因 因为他们有前世记忆伪证 值得注意的是 活佛并不是指活着的佛 成佛可是很难的 数百万年也不见得可以出现一位 目前最接近我们所处 实在成佛的人是释迦牟尼佛 因此活佛一词 其实是汉语当中 对于可以选择转世修行者的尊称 而不是完全指真正的佛 一般来说 活佛都会在自己即将原集之前 告诉身旁的亲信 他下一世的转世预言 转世预言又可以分为 明世暗世梦世三大类 明世里活佛会提出自己 会出生在哪个方位 有的甚至会直接说出具体定点 父母的姓名等等 暗世里活佛不会特别留下具体资讯 身旁的人得从活佛生前 最后时光留下来的线索找灵童 例如第六是打赖喇嘛原集前 曾经留下了一首诗 洁白的仙鹤 请借我双翼 不会飞向远方 直到礼堂几回 果然后人的确在礼堂 找到了灵童 梦世则是活佛原集前的梦境 例如活佛会说 他梦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湖 湖边有一栋红色房子 而那就是他下一世会出生的地点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活佛原集前 都会留下预言 有的时候活佛会走得很突然 此时就要格外留意 活佛临终前的各种暗示 例如活佛临终前的坐卧朝向 原集时脸部的朝向 有的弟子还会在师父原集的那一刻 燃上火堆观察烟雾飘散的方向 来寻找灵童 而现任的达赖喇嘛当年就是这么找到的 西元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元灯加措 忽然出现了流行性感冒症状 从发病开始短短17天就原集 根本来不及留下转息预言 于是图灯加措身边的亲信 立刻启动了紧急应变 他们先是将图灯加措的遗体 移到了拉萨下宫罗布林卡 并按照风俗将图灯加措的脸朝向了南方 但后来保存遗体的工作人员 却发现图灯加措的脸 竟然在无人碰触的情况之下 转向了东方 与此同时 负责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负责人 热正活佛 来到了拉姆拉措神湖 进行观湖仪式 此湖在藏传佛教中 占有很高的地位 自从西元1542年第二世达赖喇嘛过世以后 地位崇高的高僧 都会来到这里寻求神事 果然经过数日祈祷之后 热正活佛在一次禅定的过程中 先是看到了三个藏文字母 H、K、A、M、A 紧接着又看到了一座 有着黄色屋顶及绿色屋顶盖层的寺庙 他的旁边还有一户蓝色爱房 于是就在有了这几条线索之后 一个由高阶人员组成的秘密寻访团 即将出发寻找转世灵童 能够参加这个寻访团的成员 不是前世活佛的近世人员 就是具有一定资格的大活佛 他们会分散成若干路线 开始漫长的寻访工作 由于事关重大 因此整个行动都会以秘密方式进行 寻访团成员会乔装成生意人 旅行者或者是一般僧人 他们会单一行动 直到有人汇报找到疑似神童时 大家才会相聚检验 当时一直由隔桑人不切带领的寻访团 经过多日徘徊 后来真的在一次东行中 发现了黄色及绿色屋顶的寻访团 心想这不就是热政活佛看到的景象吗 更巧的是金黄寺庙位于安多地区 观湖中出现的字母H的发音就是R 与安多的发音相似 而眼前的寺庙名叫塔尔寺 藏文的念法为Gun Bun 呼应第二个字母G 于是伪装成商人的寻访团走进了寺庙旁的屋子 然后他们在屋子里面看到了一位名叫做拉莫顿珠的小男童 他的名字发音就与M相似 重点是这名男童一看到寻访团 立刻朝向了一位仆人大喊 色拉喇嘛色拉喇嘛 原来此人根本不是寻访团里的仆人 而是一位高阶喇嘛 但男童却能直接识破伪装 仿佛本来就认识他一样 不止如此 男孩还能念出寻访团成员里每个人的名字 于是最终寻访团成员决定 将男童与他的家人一起带回拉萨 成为转世灵童的候选人 他将与其他来自各地的灵童 一起参与最终考验 在历经严格的挑选之后 能进入最终决赛的灵童 往往只有三位 而且这三人全都符合以下四个特征 一、灵童出生的日期 必须要是前世活佛原籍之后 八个月到两年内出生的男童 而寻访团则是会在活佛原籍的三到四年后 才会出发寻找 会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此时的灵童大概已经一到两岁 已经会说话 二、灵童出生之前 出生地要发生异象 这里的异象可以是急躁 但也有例外的案例 如果灵童的家人或者是出生地 没有累积足够的福德 那么在灵童诞生之前 还会发生一系列的灾难 如粮食欠收 深处无故死亡 父亲重病 但孩子一出生父亲不但会忽然痊愈 就连粮食也会开始丰收 三、灵童的相貌必须要符合大耳 宽眼眉毛上翘 身上也要有特殊意义的胎记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 灵童必须要说出只有前世活佛才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辨认出前世活佛从未公开过的私人物品 法器等等 而十三世的转世灵童就做到了这一点 当时工作人员在候选灵童面前摆放了很多东西 里面只有少数几件物品是属于十三世的 而现任的达赖喇嘛丹增加措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认出了十三世生前召唤庸人的手骨 即常使用的饼 唯独在手杖环节时 他出现了犹豫 只见丹增加措 先是碰了一下较新的手杖 可是没有多久 他就转身拿起了另一只充满油污的手杖 而这只手杖正是十三世生前物品 此时现场一位高僧 对灵童刚刚的犹豫现象感到好奇 于是他特别去调查了一下 才知道十三世生前也曾经使用过那只较新的手杖 但后来因为不习惯还是换回了旧手杖 强烫然在历经重重考验后 这位灵童脱颖而出 但他现在还不是大赖喇嘛 根据藏传佛教的制度 灵童只有在完成坐床仪式后 才能真正继承前世活佛的遗产 而坐床仪式顾名思义 就是只能坐不能他 一旦完成坐床仪式 就不会再称他为灵童 而是尊称他们的名号 如达赖喇嘛或者是班禅等等 不过因为西藏才行的是 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因此这些转世灵童还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要如何处理前任活佛的政治遗产 以及面对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 所以他们往往也需要中原政权的支持和认可 西元1792年 乾隆皇帝还特别为了要防范 蒙葬贵族可能操控大活佛转世 而制定了灵选灵童的游戏规则 这就是金瓶撤签 每当候选灵童剩下三位时 就会搬出金瓶 里面会放入三只写有灵童名字的签 在持续诵经七天后 会有高僧或者是驻葬大臣抽出 最后在经由坐床仪式后 就能成为真正的喇嘛 而第11世及第12世达赖喇嘛 就是这么选出来的 虽然后面因为政治因素加入了金瓶撤签制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 能参与到最终阶段的灵童 他们的身上都有过人之处 使得很多人更加相信灵魂转世之说 第444达赖喇嘛也曾经说过 对于拥有前世记忆的人来说 灵魂转世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 但对于没有这种记忆的人来说 他们会很难接受 因此他们会需要很多格外的证据 来支持这种说法 而他相信从古至今 已经有很多的实力足以证明灵魂转世 以没否认反而有为科学 那么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你相信藏传佛教的活佛 真的可以转世吗 你还知道什么关于藏传佛教的神秘故事吗 欢迎留言分享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不要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期影片见 大家拜拜